等腰三角形的輸出 這邊的話可能要分兩個部分來看 第一個就是 輸出幾個那個什麼 幾個空白 空白的數量剛好是 跟那個什麼的 跟那個星號部分 他剛好是兩個相加的結果 所以其實理論上看得出來 這前面應該如果是七邊的話 這邊應該六個 再加一顆星 然後再來的話呢 這前面變五個嘛 所以他其實是越來越少 你可以寫一個 反向回圈 或者是說呢 把它當成是 跟那個星號的加總也可以 所以這邊的話我的寫法這樣 我們如果說讓他輸入幾邊 那比如說他輸入七 七之後的話呢 我就跑這邊 基本上是0 到 6 0到6 等於是我跑 那個 也是要跑七列 OK 那首先的話我要先跑什麼 跑空白部分 那空白部分的話呢 當然我一樣跑一個回圈 所以這個第一個回圈我用I 第二個回圈的話我用追 那追的話呢 就是剛好呢 這個數量 是跟什麼呢 跟這個 N的這個 這個詞 剛好是 這個 這個N的詞 幾邊 然後扣掉一個 所以這個加起來剛好 剛好是那個7個啦 所以我把它減1 減1實際上這個減的 這個 減的數量 減1 這個應該是 總數的話應該是 12 3 4 5 6 6個 如果輸入7的話 那我基本上就是 從0 然後幫我跑 跑到那個 第 總共6 然後再減掉呢 減掉它目前多的 這顆星 等於是跑到這邊為止 那也就是說我今天的話 要讓它跑 總共6個這個空白的話 所以我print了之後 一樣要把那個 最後面的換行拿掉 那幫我輸出 總共會有那個 6個空白 接下來的話呢 再去決定說 它要跑幾顆星 那幾顆星的話 它因為題目沒有講很清楚 所以我基本上是用 也是用算的 大概就是 這邊有6 6 然後再加1顆星 所以基本上就是 輸出的那個值 乘上2 因為從0開始 所以那個值乘上2 之後加1 所以第1次輸出是1顆星 第2次的話呢 當然就是 這個1 就等於變3顆星 1次類推 所以後面的話呢 就利用 這個 我算出來的結果 大概就是這樣 最後的話呢 再把它加一個 換行符號 就可以把結果 給輸出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呢 大概這一題因為 它沒有很明確 告訴我們要 的公式 所以我大概是用這種 推銷出來 所以輸出的話呢 7邊 7列 就把這個結果給輸出 I10類推 那請各位 試一下 這個 等腰三角形 部分 那這個第4類部分呢 大概就先到這裡 再來的話我們後面呢 會再來講 所謂的那個 制定函數 那制定函數前面我們有一題 就是 有關那個 判斷值數 有稍微帶到 那制定函數部分的話呢 大概會有幾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 可能 幾個規則要注意一下 第一個呢你的DEF 一定要寫在上面 然後給一個名稱 另外的話後面是一個參數 如果你需要Return的話 你可以Return值 不過 這個參數跟Return值 不是 必要的選項 也就是說如果你將來也可能會遇到 這裡面沒有參數 也有可能沒有回傳值 那也有可能有參數有回傳值 可能 這總共會有至少三種狀況 有參數有回傳值 可能沒有參數 有回傳值 或者是 有參數沒回傳值 都有可能 那 所以呢請各位待會 也許試一下 就是在那個 之前發給各位的那個講義裡面 那個100 應該是111 頁這個地方 那請各位呢 試著寫一個什麼呢 寫一個這個 就是 攝氏轉華氏溫度的一個 簡單程式 那這個地方當然你可以自己去查一下 攝氏跟華氏的公 它的公式 各是怎麼樣 其實他們相差 就是 什麼呢 華氏溫度呢 等於什麼 攝氏溫度乘上 1.8 再加32 如果說我今天要寫一個 自定函數 能夠Return 回來的話 那該怎麼做 請各位先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因為第五列的部分 其實他就要考你 怎麼樣去撰寫那個 制定函數 各種寫法 那我們也 現在 下個休息 待會再來看那個 有關第五列 在第五列之前 請各位先寫一個 那個 攝氏 這個華氏 這個攝氏溫度 轉華氏溫度的一個 簡單程式 好